其实菩提心一直都在你心中 只是当你散乱时就不去和它沟通 还转而寻求外在的其他消遣来自愈 好让能够找个充分的理由来填补自我的安慰 但是你永远都可以后退一步 再次与菩提心连结 你可以挺身 舒展一下 继续做自己的事 但是与菩提心合作必须是个自然不过的进展 而不是以聪明谋划的方式当下得逞 关键在于 你能在自己的世界里有多自在 如果你的世界温柔又舒适 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甚至你会感知到一种敞开又放松的空间 就算来到购物中心那么繁忙的地方 无论周围的人疯狂地走来走去 你依然能够在这个当下继续和你的菩提心连结在一起